微软系统全球大档机 航空领域首当其冲 直到今天早上都还没恢复过来 有网民批评危机公关一塌糊涂 看起来毫无后备方案来应对这波紧急情况 不过亚航表明 已经部署超过200名地勤人员到机场支援 同时鼓励旅客及早抵达机场 到柜台人工办理手续 并提醒今天出行的乘客 密切留意航班的动向 科技巨迫微软系统大档机 影响航空公司的票务和自动登机系统 导致大批旅客滞留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煞 报道柜台更是大排长龙 混乱场面持续到今天早上都没有好转 机场大厅依然人头攒动 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发文指出 看见柜台工作人员沿着队伍向乘客解释当前情况 但网友感到惊讶的是 机场和航空公司似乎没有动员更多人力传播资讯 也没有听见任何广播通知 更没有善用电子广告版 网民坦言 这期刊称科技史上最严重当机事故非常罕见 但现场的危机公关处理得非常糟糕 看起来没有任何后备或快速的应对方案 接近早上十点 网友揭露常常的人龙排队两个小时 起初大家还能心平气和耐心等待 但最终还是忍不住鼓噪起来 面对网络上和滞留旅客铺天盖地的投诉声浪 亚航公司今天中午发文告坦言 还在竭尽努力修复技术故障 包括恢复离境控制系统 而当前最安全和可靠的方式 依然是人工处理 亚航除了鼓励所有乘客 尽早抵达机场 避免在会台人工办理登机手续再延误 并且提醒今天出行的乘客 可以登陆官方网站 查询航班的最新状态 文告也强调 为了应对周末的旅客潮 航空公司部署超过200名地勤人员 将近100名志工和安保人员 帮助缓解现场情况 保障乘客安全 亚航昨天表明 在系统中断的情况下 航班的起飞时间可能出现延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